小朋友们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以前 一定不要忘记点赞 订阅和关注哟 哈喽小米丽们你们好 我是咕咕姐姐 今天咕咕姐要给你们展示一下 买到新书包之后 是什么样子呢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 你说什么 你说 是想要到锅锅家里来是吗 哦 原来你是因为想要到锅锅家里来 所以你才在这里呀 哈喽我的小可爱哟 哎哟哎哟真可爱 原来你是想要到我这里来呀 新书买到了我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的小书包了 哈喽 这么贵这么贵 我已经好几天没吃过我的小饼干了 就为了买到你 如果明天上学校的话 我的同学会非常羡慕我的 请看一看这边 哇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要上学去呢 拜拜 我爱你 你先明白 不好意思拜拜 这样看来也许我会成为一个明星呢 那如果我出了名之后 我会给自己起一个什么样的艺名呢 哎呀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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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不是我的名字 重要的是我的小书包的名字 给小书包起一个什么名字好呢 哎 因为我的小书包是黑色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起一个大气沉稳干链的名字 蛋 roll 这什么好叻 個台湾 男生 但是 所以ara 好 它就叫出 啊花 阿咕 阿姑 Echo 阿猪猪 阿猪猪猪 哎呦我的小书包 你喜欢就好 你喜欢你真的喜欢吗 哎呦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名字 我的小书包 不愧是我的小书包 我们真是心有灵犀呢 我们家二哥大 这个应该很容易脏的 要不这个袋子也不拿下来了 就这么直接费吧 这不行啊 有这个包装袋 可不得也伸不进去呀 没有办法了 我能把这个袋子拿起来 真的是不能指示啊 太好看了 亮瞎我的双眼啊 哇塞 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小书包 这么美的东西 我一定不能自己一个人看 我要把它拿起来 给发一个朋友圈 我的天哪 也太好看了吧 我要再给你 交点什么装饰呢 给你戴个帽子吧 这是一个出去旅行的小包包 哇塞 太漂亮了 拿长发头去 现在的书包 非常喜欢 嘻嘻嘻嘻 OK 现在可以发朋友圈了 诶 这两家好像有点太明显了 那 诶 那样发不就可以了吗 吃些饼干 转换一下心情 像是礼物般的甜甜的一天 话题日常 话题情感 话题巧克力 话题sweet day 这 这 欢欢欲睡的下午 与书为伴 话题 岛上书店 话题 莎士比亚 话题 秋篇式读书的季节 好啦 这样就可以 没有那么明显的显示出我在显摆我的书包啦 好啦 上船 怎么回事 怎么都没有人发现我的 酷 Musik 它的 明明是特意把书包放在显眼的位置的 怎么回事 怎么都没有人问它呢 有人看到我的书包了 真是一本好书 包个书皮吧 这是什么呀 为什么他们都没在我评论里说我的书包的事呢 不行 虽然说拍了照片 但是没有什么效果呀 这样吧 我来给你拍个抖音 怎么会是新书包啦 哦哦妈妈我买了一个新书包好看吧 哎呀好看 但是再来说是不是太大了 大吗 嗯 我觉得还好啊 我特意想买来装多一点的书 所以我才买大的 啊是吗 嗯嗯好看 来吃点杯呦 嗯好 这个 太大了吗 有这么大吗 飞出去会不会显得特别大呀 如果我回去一会儿 人家会不会觉得我特别奇怪 看起来好像确实挺大的呀 它一直都这么大吗 不行不行不行 我还是拿去换了吧 啊 这个好像是在这边吧 这个好像是在这边吧 这个是地园哪去了 我买包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么凶吧 我买包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么凶吧 太好看了 一看就是你的东西 诶 这个是吧 对我来说是肥板太大了呀 啊 太好看了 一点都不大 这是最近特别特别流行的这个叫做 奥湖Size 对对对对 太好看了 啊 啊 啊 对了 这个好像 哪里就剩一个了呢 就剩这一个了吗 那我就要这个了 马上给我包起来吧 我给你付钱 嗯 太吓人了吧 实在说不出口要换一个呀 我还是回家吧 是客人 欢迎光临 哦 最终还是没有换成 可是我觉得妈妈应该是不知道最近应该流行什么书包吧 店员姐姐说最近很流行这样大书包的 我来查一查 最近流行什么书包 哦 怎么回事 怎么都是小书包 不对不对不对 这应该是上传好久了的吧 看一下 昨天上传的呀 完蛋了 书包真的买错了 哎呀 哎 什么二级就挂着就这书包 你应该叫垃圾书包的 为什么 视频没有挂 哎 面包超人哎 啊 面包超人 怎么了 啊 胡胡呀 嗯 你之前来我的新酒 你有没有平安到家啊 啊 我最近忙的都忙 忘了忘了跟你说 我已经到家了 哦 你书包了呀 嗯 啊 哇 哇 好漂亮呀 啊 真的吗 嗯 太适合你了 哦 真的呀 太谢谢你了 哦 谢谢你哦 晚安 拜拜 哦 晚安晚安 拜拜 晚安 我的咕咕咕咕咕大公主 哦 新来的 哦 你是谁 嗯 我是哥哥原来的书包 几个月前 我也像你一样 是一个新书包 妈妈新给买的书包 哦 妈妈新给我买的书包 这一次我一定要干干净净 好好的呗 先给你起一个名字吧 你叫 喵喵喵喵喵喵 这样好不好 啊 啊 太喜欢你了 啊 哈哈 但是 你这个约定 没坚持多久 哦 书包又落下了 哎呀 比起照顾我的日子 丢下我的日子 更多 哎呀 都傻了 没事 给你洗洗吧 哈哈哈 每天过着地狱般的生活 毕竟成了这个样子 等待被扔的命运 还 还有这种事儿 挺好了新人 现在也不晚 赶紧 赶紧跑吧 再也不要回来 我 我在店里 因为太大了 没有人来选择我 我自己度过了好长的时间 所以我没有办法丢下这个选择了我的小可爱 尽管 尽管他用了我一段时间就要扔掉 我只要和哥哥在一起就很幸福了 好吧 这帅气的小家伙 真幸福 我回来了 你没事吧 新人 你没事吧 为什么要逃跑了 小米丽们 这里面有没有你的类型呢 你拿到新书包之后 是什么样的表现 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们哦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一定不要忘记订阅新魔力玩具学习哦 明天再见 拜拜 评信时间到了 那我先读吧今天 好 我的这封信呢 是来自上海市徐汇区的小朋友 等等 我刚才打开看有个彩色东西 它写的是给魔力家族的一幅画 这是什么呀 狗狗姐姐 我认识她 好可爱 这是什么 这是动画片里的那个卡通 你知道吗 这个是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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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那个 跟 数码宝贝那样 对跟不可比那个叫什么 我忘记了 我忘记了 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 我认识她 没事了一会我们查一下 嗯对 新魔力玩具学 哈喽我是你们的小粉丝 顾逢源 我今年八岁了上二年级 我关注你们的视频一年了 我最喜欢的姐姐是桃桃 因为她可爱唱歌也好听 第二名是豆子 因为她搞笑又幽默 第三名是珍珍班长 第四名是锅锅 第五名是天天 第六名是魔力姐姐 第七名是编导姐姐们 第八名是魔力大哥 第九名是魔力二哥 我喜欢你们 然后给你们编了一首诗 什么 写的是魔力家族 然后顾逢源 她的名字 长腿大王杨天天 锅锅力大 珍珍美丽 豆子搞笑又幽默 淘淘唱歌又好听 魔力大哥和二哥傻傻的 由魔力和金多恩 祝你们幸福 哇塞 还有我们的小康宝 对对对 还有我们的康宝 把我们的魔力家族 所有的人都写进去了 谢谢你的祝福 对 那就来看我这边的这个信 怎么这么多 看看她写了些什么呢 她说西魔力完去学校的成员们 你们好 我叫张雨晨 九岁了上三年级 这是我第一次写信 不知道写什么 所以只好写 我是从中班开始 应该是从那个学前班的中班 就开始看我们的节目是吗 开始看我们的节目 她说最喜欢的也是淘淘姐姐 希望淘淘姐姐来读这个风景 淘淘姐姐今天不在 姑姑姐姐来再读可以吗 可以可以 她说我最喜欢起泡椒 所以你们能不能多拍点起泡椒的视频呢 我是淘淘姐姐的终极粉丝 我的姐姐是真真班长的终极粉丝 最后我还要礼物要送给你们 我看到有好多好多的东西 首先我就看到这个最吸引我的 是送给姑姑姐姐的这个手帧 真漂亮 太香 郭姐姐特别喜欢 对 然后呢这边还有送给豆子姐姐的一个钥匙链 我没有送给你我的呀 这边是淘淘姐姐的一个本子 然后呢我看到这里面应该是有你的 是不是 这是什么 淘淘姐姐 打开看一下啊 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然后呢这边她还有对我们每一个人单独想说的话 送给我两个小针铁 谢谢 她说姑姑姐姐你很聪明 小时候肯定是学爸爸 我想对你说你能不能送我一边 一边 两边 应该是想要送她一瓶浇水 哦 嗯 行我看看 等一下我去看看楼下有没有卖的哦 淘淘姐姐你有一副优雅动听的嗓子 对 嗯 给给我点难住了 正好我也会唱很多歌 我最喜欢你了 对了你能唱小甜心呀 魔力姐姐你应该有孩子了吧 对就是小康宝 对 我好想亲自看到康宝呀 金戴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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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她给小康宝起的名字吗 艺名 还挺好听的 嗯嗯嗯 希望你们能喜欢 天天姐姐有一双大长腿 一个高个子 豆子姐姐 你的戏很多 也很幽默 也很幽默 真真班长 你美丽大方 可爱活泼 哇塞 啊对我们每个人的评价还比较 中肯 对对对 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特点 嗯 今天你送的礼物 不过小朋友们 不用再继续给我们送礼物 写信给我们就可以啦 那我们今天的信呢 就读到这里啦 下次见吧 拜拜